大家好,我是市城 今天终于轮到我们要去打疫苗了 在还没有打疫苗之前 看到网路上的一堆文章 真的是让我身心畏惧 无论是莫德纳、辉瑞、AZ 或者是高端等等之类的 其实副作用都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会觉得关节酸痛 有的人会发高烧 有的人会想要呕吐之类的 在一般生活上打其他种类的针 还是会有副作用 只是没有像这一次的疫苗被放大来看 那在我收到讯息要预约打疫苗的时候 帅递在一旁就想说 因为他还年轻所以还没有轮到他预约 结果在三天之后 他也收到同样的讯息 非常的刚好 我们预约到同一天 所以等一下要一起出去打疫苗 这次打的疫苗是AZ疫苗 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打完疫苗的两天之内 会有什么副作用 出发之前呢 先吃点东西 因为我们怕打完之后 会没有食欲 你们知道AZ的全名吗 它的英文全名叫做 EstraZeneca 阿斯特杰利康 就是简称的AZ 新冠肺炎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克制住 就是变成 有点像是慢性病 但是你有打疫苗 多了一层防护 吃完了 要出发去打疫苗啦 GoGo 我们打完疫苗了 第一件事情 非常想要上厕所 我们先回家 再来跟各位分享我们打完疫苗的心得吧 回家 时间非常迅速 因为我们这次选择是在高雄展览馆 在选择打疫苗的地方 有很多诊所是可以打的 那我这边也来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究竟诊所跟大地方 大区域 速度性上有什么差别 如果诊所的话 医生务事可能就只有一两格在帮你打针 所以基本上呢 会花费比较长久的时间 像杨姐姐本身呢 她是预约了七八点要注射疫苗 但是她等到八点半的时候还没有打到她 所以这就是诊所上的差异性啦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诊所会非常贴心 付给你几颗的退烧药之类等等的 像我们这次进到展览馆里面 工作人员会指引你到座位上做好 做好之后就发了两张单子 一张就是黄卡那另外一张就是声明表格 写完之后呢在帮你打针的同时 要交回去给护理师或者是医生 花不到十分钟 所以是真的非常迅速 注射完疫苗要在那边待十五分钟 看看有没有什么身体不适啊 或者是头晕想吐吐之类等等的症状 十五分钟一到工作人员就会请你离胎 那这边也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该注意的哪些事项好了 多补充水分 多休息 避免酒泪 所以爱喝酒的啊 或者是平常有喜欢小酌的朋友 克制一下啦 大了疫苗不管是AZ莫德纳 或者是其他种类的疫苗 不可能马上就会在你体内产生作用 可能会在两天才会有它的功效存在 所以呢 不要浪费国家资源 也不要跟你的生命过意不去 那我不太确定 究竟在两个小时或者是十二个小时之后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我还是会持续跟各位分享 打完疫苗还是一样活蹦乱跳的 去注射疫苗的时候 护理师就有说 年纪比较轻的朋友身上会发生 长时间的发烧 所以药品一定要备好 如果在两天之后 你还是有持续的意识不清啊 或者是 呼吸困难 急促 暈眩 心跳加速 心率不整 全身红肿 持续发烧 还是尽快就医 哦对 忘记跟各位讲 可能你们在网路上会看到 或者是听到一些传闻 就是打疫苗之前 先吃几颗普拿藤 但是这个观念是错的 因为你们仔细去想 吃完普拿藤之后 再去打疫苗 会有隐藏症状的这个现象 好啦 那究竟这两天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持续看下去吧 我们吃完饭了 现在时间是6点33分 经过了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目前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状态啦 阿迪亚来访问一下 嗨 目前就是有点疲倦感 可能是下班都没有休息太累的关系吧 还是火风乱跳 现在呢要来吃冰棒 冰棒里面水分应该也不少吧 应该是糖分居多吧 我来看一下 这字也太多了吧 有啊成分第一个就是水 表示它的水含量很高 打疫苗的时候 护理师有说 在10到12周以后 要打第二剂 上网预约之前 你会先收到手机的简讯 你就可以开始预约 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身体都没有任何的异常 哈喽各位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34分 距离打完疫苗 经过了6个小时 身体也是没有什么异常 究竟到了12个小时 你不会直接进入传说中的 摇滚区呢 或者是可能睡掉睡到一半会不舒服之类的 如果有什么状况 再跟各位报告 睡觉吧 晚安 各位早安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点37分 昨天晚上打完疫苗之后 我们去吃了韩式料理 我们是想说 如果晚上真的症状慢慢浮现的话 会没有食欲之类的 但是到目前已经打完疫苗 超过12个小时了 身体还是没有什么不舒服 阿迪阿也是没有什么不舒服 所以呢 她年龄应该跟我一样 究竟是不是 年纪越大的人 症状会越少 这个说法好像也是5个根据 只是有些人 比较细皮嫩肉的来说 就会觉得 哦 什么痛的要死 痛的要命 打针 看到我们前方有一个女生 瞎的把椅子找得很紧 和头转过去另一面 但他们 grupo这也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有些人本身就真的 比较怕打针 其實打疫苗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時間非常迅速,不到10秒鐘他就打完了 好啦,那請忽略我水腫的眼睛 今天這支影片我會拍攝到3點多左右 就是我們打完疫苗的時間 就真的還是還蠻活蹦亂跳的來 這也不算舉不太起來 舉起來的那個動作之下呢,會有點緊緊的 真的很像瘀青的感覺而已 沒有像網友所說的什麼被大卡車臉 天啊,不行了不行了 這個是花黃雨前的寧靜 現在時間是2點49 距離我打完疫苗24小時 還差不多半小時 其實我今天吃完早餐 在10點多出門就有一點點症狀 全身藍藍的感覺 直到我剛剛又睡了一下 睡到1點多 就全身有一種吃痛感 就是如果棉被用到身體 或者是衣服用到身體那種刺痛不舒服的感覺 看我的眼睛有點睡重 其實可能是因為剛剛睡醒了 然後也有可能是打完疫苗的關係 眼睛周圍會非常的不舒服 就很像眼壓過高的那種感覺 手的部分呢,還是一樣 沒辦法舉很高 也沒有辦法舉很快 到目前呢,已經過了23個小時 我要來吃一顆普拿疼 在這當中其實有一種筋疲力筋的感覺 就很像你體內用了十分之一的力量去扛住你這個身體 嗯 好,本來上一個片段跟各位說 會記錄到大概3點 那因為在2點多還是持續有這些症狀 所以還是會一直記錄下去 至於阿迪亞的狀態 他好像沒有什麼太大不舒服 也沒有發高燒之類等等的 反而是我比較明顯 順便跟各位講這個普拿疼 醫生有時候如果還沒有消的話 吃完6個小時 然後再吃第二顆 不要你覺得過了10分鐘 20分鐘,兩個小時沒有小牛吞了第二顆 這樣可能會導致後續的一些問題存在 好啦,那現在時間是 2點53 還是會持續跟各位報告 就這樣 眼睛看起來好像哭得很慘一樣 等一下還是會繼續剪片 如果很累的話 會睡第三輪 有可能是因為今天太早起床吧 因為在早餐點的關係 所以已經習慣4點5點起床 今天休假 但是還是起了一個大早 就這樣一路到10點吃完早餐 就症狀慢慢的出來了 或許疫苗真的已經跟 身體裡面的細胞產生反應了吧 抗體有了 就要撐過這樣身體的不舒服 加油吧,各位 A few moments later 哈囉,各位 經過了將近25個小時 我終於復活了 臉上也明顯地消除了水腫 那其實我個人在最不舒服的時候 是在第23個半小時 有明顯的發燙 以及刺痛感 其他的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不舒服 打疫苗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可怕的是在於 你要打疫苗之前 聽朋友說或者是在網路上看到的那些文章 講得好像非常可怕 這邊提醒各位 如果打疫苗的隔天 工作部分 一定要請假 非常需要衝突的休息 以及多喝水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主要是記錄我自己打完AZ疫苗的症狀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在下面幫我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我其他更多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並追蹤我的頻道 我會不定時發布新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 掰掰